腾讯体育7月28日训,中朝第十四轮,大远一方主场赢战天津太达,下半场,立员一围一湖信求天下一城,随后会加勘换过门将社空门得手,爱奇姆横返月为天才,九分钟内, 泰达连入三球,沐县奎在八十分钟帮回一球,崔弥曼最后时刻再入一球,第二十二分钟,大连策动攻势,崔弥曼接利亚斯科斯传球带球,连左路下底传中,包抄到禁区湖的孙伯迎球技左脚抽射,皮球稍稍偏出力助,第二十三分钟,泰达策动反击,回加康带球连左路突入禁区,摆脱防守回敲禁区湖, 马提将及时跟进迎球把脚进射,皮球稍稍偏出,第二十八分钟,大连中场断球后凑动反击,盖塔中圈附近停球送出直接,沐县奎进区前将球卸下,随即换过巴斯迪阿斯,连右路突入禁区体右脚抽射,皮球擦力助击中边往,第三十三分钟,大连在泰达进区前获得任意一球, 秦升主把射门击中人强,皮球弹向门前,沐县奎,赵宏略与门将杜家争抢同一落点,处于中间位置的赵宏略,被沐县奎,杜家撞翻在地,经过队一处理,赵宏略重新投入比赛,第六十一分钟,泰达策动反击,李源宜在前场越路接到队友分球,李源宜随即带球晃开防守起右脚传中, 皮球在空中画出一道鬼一虎线未入盲窝,一比零,泰达大破僵局,第六十五分钟,巴斯蒂安斯后场征顶将球顶到前场,埃奇姆彭越起征顶一层,董延峰与队友配合失误,回家康前插段球带球突入进区换过门将推空门得分,泰达取得二比零,第七十分钟,泰达再入一球,埃奇姆彭在前场接队右投球百度带球, 突入进区,面对门将起左脚单刀推势命中,泰达取得三缸零,第七十九分钟,大连中超测动攻势,盖坦接队友分球直塞进区,木屑魁反越为前,查颜近七湖,突入进区,面对门将单刀捅射得分,一到三,大连追回一分,第八十六分钟,秦升前场中路突然起右脚远射,杜家飞身将球扑出底线,盖坦主罚, 右侧脚球传中,木屑魁强点甩投攻门击中立珠坦出,崔敏安及时跟进在进区内,英雄把脚进射破网,大人一方二到三,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